好 好 如果講到明星跟助理的關係 理論上明星應該是老闆才對 可是有很多明星 在當老闆的時候 卻表現得非常的軟弱 今天歡迎三位軟弱的老闆 歡迎 歡迎 他們旁邊的助理 就是常常讓他們受氣的人 我不敢相信助理會罵明星 妳沒有遇過嗎 我覺得這不太可能發生 妳自己在剛出道的時候沒有遇過 最早期那個時候宣傳最大的時候 他們有罵過我們 說長這樣出片已經很高興了 還不容易一點 可是那是以前早期 現在不可能發生多少錢 現在沒有人可以跟你講這種話嗎 那妳覺得這三位明星當中 如果是妳當助理的話 妳比較願意伺候誰 我會帶郭哥 因為他最近有瀏海嗎 是誰幫你設計的髮型啊 我啊 這個我自己想到了 因為已經有 不是 因為妳模仿周美青的時候 也是這個髮型嗎 可是周美青這旁邊會比較短 還是要戴個假髮 你現在講話 怎麼會有周美青的身色出來呢 出不來了 出不來了 妳說妳要伺候郭哥喔 他感覺比較不會難搞 或者是煩吧 我非常好搞啦 跟我講一聲 我都可以 可是他演藝先生資歷那麼久 他就是知道很多眉角耶 沒有 他看起來就是 還可以自己開車的人啊 對 我常當司機 所以檢驗的第一個標準是 是助理開車還是明星開車是不是 對 請問是助理開車請舉手好嗎 你們都自己開車 對啊 當然啊 對啊 好厲害喔 我都自己開車嗎 對啊 我自己開車 因為怕助理如果發生事故的話 要他陪也不是啊 可是萬一你們到了現場 你們還要找車位嗎 對啊 所以你們開車的時候 助理在幹嘛呢 他們在... 他們在想事情 他們在... 瞧別人的通告 焊點啦 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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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 對 郭哥 不好意思喔 那個我下個禮拜喔 兩天在南京 然後剛好回來一天 然後可能也看不到你 然後我第三天就去那個聖涯 大衛 你真的有做這種事嗎 你坐在郭哥的車上 然後再接差焊焊點的事情 我在郭哥的車上 我要一直講話 是因為我怕郭哥睡著 因為開車的人睡著 三天應該跟郭哥聊天啊 對 我們一直聊天 然後聊聊電話來了 總是要接一下 然後我希望是 電話內容是焊點的工作嗎 焊焊點什麼焊卡 剛好有一些 對 生焊一些工作 所以你這樣 你這樣郭哥做何感想 就是說好像他都 電話都不會有接下他的事情 就會接下丞翰點的事情 丞翰點的事情 就用電話 像郭哥我們就用當面講 什麼 郭哥的事情 是哪個單位是會 講清楚了 你還講清楚 郭哥 丞翰點 他現在接丞翰點電話的次數 比接你 接下你的事情 應該有五倍以上 真的假的 所以你心裡有不爽嗎 想說玩完 現在都去顧丞翰點嗎 這個怎麼講 因為公司分派 現在只有他一個 一個要照顧我們兩個 那我沒有事情的話 他當然照顧他 可是你很大牌 你當然可以說 我要一個專屬的人 以你為主啊 以我為主啊 當然啊 你是老藝人的啊 你什麼專線 不是 你是一顆耶 不是 我不會公布 我總覺得 我的事情 如果助理在旁邊的話呢 我總覺得 好像耽誤他們的時間 你減流海是為了要吸引大衛的 不好意思 他現在比我更時髦 你不會覺得 他忽視你還怎麼樣 我有一次呢 跟 剛好去這個 去做活動 然後作為活動我們要走了 那走了之後 突然有一個 兩個粉絲說 你不是那個最後面那丟 我要跟你合照... 合照可以換我當 合照可以做 兩張 怎麼樣跟大衛合照 什麼情況 跟大衛合照 兩張 他們最後沒有發現你嗎 因為我改變造型 他可能突然一絲出現 然後他會說 旁邊是郭哥 對 郭哥一起合照 是後面才認識我 是先認識他 你怎麼可以 沒有 你怎麼可以表現得 好像你順帶施捨一點 粉絲給郭哥的感覺 通常他們都先看到郭哥 然後拍完 然後我是都... 我不要聽通常 這種事只要發生過一次都不可以 可是這種事通常只有在 只有在漢典那邊才發生 真的... 有一次我們去康熙聖典嘛 對不對 你現在回不來對不對 因為你頭... 你頭還是趙哥 要不要先回到漢典這邊來 對 右邊轉 對 有一次我們去康熙聖典嘛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機場出來這樣子 然後就很多粉絲說 哪一個是漢典... 然後他們就那個 他們就比他 那個是漢典 怎麼可能 真的 他們就比他 然後我就在旁邊這樣 我們每一集都拍到你 怎麼可能誤以為他是漢典 真的... 然後我們坐飛機會戴個口罩 跟戴個墨鏡 你戴墨鏡跟口罩幹嘛 因為飛機上我怕那個汽油的味道 我覺得飛機上都會有味道 油味道 想要把這一檔 跟我們大排名的味道 好可怕 飛機上很適合 他真的有戴墨鏡 他有戴墨鏡跟口罩 他會戴墨鏡 因為那天去康熙聖典呢 有我們兩個還有丞翰典 他怎麼打扮 他口罩 然後還戴墨鏡 就是一副那種拜託不要認出我來的樣子 那他有在替漢典開道或者擋人嗎 沒有 他就一個人享受那種就是 讓人家誤以為他是誰的那種戲嗎 我是犧牲我自己 因為通常那個魚餌我丟出去 然後損失回過來之後 就你們三位組成 就可以順利的上那個 我們兩個是不要你滾 對 順利上 我們搭魚餌 是要用你搭我們的魚餌 大衛 你知不知道在明星旁邊的人 是沒有資格戴墨鏡的 你現在 你知道你今天很為難 是因為郭哥連他都沒有耶 郭哥就是整個大衛 就是被你給壟斷掉 他沒有啦 不是 那 那現在這種情況要怪我嗎 你要跟郭哥下跪啊 但是這個也不是我們能決定 這是大衛的一個選擇 你現在不肯跟郭哥下跪啊 你應該是說拜託大衛 你去戴郭哥我一個人OK 那你是要郭哥跟你下跪啊 對我先跪啊 對不下去 對於王力宏在那邊對不過 沒有啊 王力宏幹嘛 沒有啊 王力宏在那邊 沒有 我們很早說什麼下不下跪 你有沒有勸過大衛說 你去帶郭哥吧 我自己來就好 這種話是被郭哥聽到座的感想 對 他吸捨給郭哥 不能在郭哥面前講這種話 可是如果現在有個記者會 然後打給大衛說 我需要一個會模仿的主持人 你要推薦郭哥還是承範點 好了 這個東西我會先看 先看價錢啊 先看 如果價錢它是三 可能三 五萬塊 以郭哥這種 你怎麼把價錢都講出來 你怎麼把價錢都講出來 他以後他連怎麼混啊 只有三 五萬塊這種 可是也許搞不好更低 只有一 兩萬 那我會推薦比如說 其他公司的藝人 比如說阿肯納豆可以過去 如果中間價位 阿肯納豆比你便宜啊 阿肯納豆現在很低 好可憐喔 兩萬塊 然後中間價位還不錯 而且價錢比阿肯納豆高 對啊 因為阿肯有數字學會 你不要被他們兩個字 被打敗你吧 我現在厲害力很大 還有王立宏的電影師 他都一直說他是電影師